我接触这个宗教 有些人也是说 你会伤疤样吗 你会念吗 阿语啦 你会骂 他们还是在怀疑中 是不是因为你要做生意啊 赚钱啊 我也是怎样去回答他们 很难过啊 受伤啊 很自然啊 给我奋斗 我的名字叫做 我是华人的穆斯林 我是卖草果条的 过年马来人他们有一个 在给他们的 我时常去 偶然有一个机会 我认识了这个伊斯兰教 然后我觉得这个宗教很奇妙啦 好像跟别的宗教又不一样这样 我就慢慢地 进入这个宗教 连我就不疑了 以前我卖很多样 因为我年纪有了嘛 不要这么辛苦就换了 就是这么一样 啊 百分之一嘛 他们是通常是用猪油渣啦 我的草果条就把它改成清蒸 我大概有放蒜笼啦 大葱啦 让那个油会比较香 可以接近华人的炒果桥的香味 来的蒸笋啦 通常我会五点十分起来做一个夜行拜啦 那个夜行拜叫做打筑 昨天我又炒辣椒 半夜炒到很晚 十二点要一点才回来 很辛苦啦 过了午餐时间之后 我们那个铁门拉下来 在我的摊位里面做礼拜 刚刚我就觉得 那顾客不是跑掉 我有钱不要赚吗 不过我一想 有些不是你的 你怎样赚都不是你的 我其实不把钱放到很重啦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 也不要去强求 我家里只是我一个人是穆斯林嘛 他们很惊奇啊 喂 你故意啊 风灾的时候 我家人也是觉得 你行嘛 你会晕倒嘛 有时候那些顾客也是蛮刁难我啦 哦 你故意 是不是因为你要做生意啊 赚钱啊 我还是静静地这样接受 你讲得多 反而惹他们生气 对我也是没有什么好处啦 反正跟祖球哦 你会哭吗 会啊 很自然啊 我三岁我母亲就去世了啦 就又由我的祖母带大 当我长大的时候 会觉得慢慢的迷失嘛 因为长大了之后 这个社会都是五花八门啦 净净色色的人啦 以前自己一个人 时常去逃避现实啦 不理啦 明天才来打算啦 脾气糟啦 骂人啦 有时候讲那些粗话啦 之类啦 连得罪人都不知道啦 当故意之后 全部一切都改变啦 我们福建话有一句话讲 大声不准 碎声就准 就这样 现在我会面对我的人生观啦 不需要逃避啦 很幸运啦 我认识到一群的那个穆斯林的兄弟姐妹 他们心态都是说很想帮人就 他要你快点打给我 我肯定会给你答案 我很想感谢我的朋友啦 他名字叫做 罗拉扎尼亚 他教我很多那些伊斯兰的知识 我觉得他很棒啦 他们又再继续的介绍介绍 变成说我的 MOST的课越来越多 通常从四面八方来的 无论巴斯里啦 竹笼啦 也是有啊 现在他们每个叫 阿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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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族群很好啦 让我可以感觉到很温暖啦 很感谢他们啦